今天介紹的植物是一種寄生的珍菌 它的名字叫做蟻形蟲草 螞蟻是我們常見的小動物 這隻已經不懂得動的螞蟻如微斗般大小 通常是一隻活動的螞蟻 它不小心吸入了蟲草菌的包子 包子會不斷侵入螞蟻的身體和大腦 感染之後的螞蟻會喪失身體的控制權 當遇到適當的陽光 適當的濕度的時候 在螞蟻的頭上慢慢地長出珍菌 這個時候它會把螞蟻完全殺死 蟻蟲草控制螞蟻的神經系統 讓螞蟻協助自己擴散後一代 蟻蟲草控制螞蟻神經系統 它會選擇了很大顆螞蟻 如果螞蟻爬得越高 可以幫助珍菌包子散播得更遠 為何蟻蟲蟲生菌要控制螞蟻 就是螞蟻呢? 科學家認為 珍菌不像小動物一樣 可以自由自在地跑來跑去 必須靠螞蟻爬樹的能力 帶牠們往高處繁衍 等待珍菌包子成熟之後 就像發射子彈搬在公空散播 讓珍菌的生長範圍擴大 我們又再看一看 我們這會兒 第一步的做法 也好 chúng就是很適合 很生氣 我們也沒有生氣